大家好,我是Den 韓国一位YouTuber在飞机直播中 因为非常傻隐的行为 导致一级成员且连换座位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愤怒 韓国YouTuber卡光 在前往日本的飞机起飞前直播的时候 非常偶然地与一级成员们搭了同一架飞机 甚至且连的座位还是他的前排 而在这过程中 因为卡光没有看出一级成员们继续直播 所以看直播的网友们就一直在留言区留言 且连一级红帽子有那等等 而看到留言的卡光就一直说 我不太知道前凌是谁 然后就将镜头转反方向 偷拍了前凌云云啊 之后意识到自己与著名女团成员们在一起的卡光 就故意开始唱一级的谈啦啦啦 还假装自己跟前外P通话 之后可能是实在无法忍受的前凌 向空姐要求后换位子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她一直在说 嗯我不知道一级 啊前凌是谁在这样 换座我也会换位子的 看了影片 如果是我就会跟她吵起来 拍着影片一直在说没有礼貌的话 因为是艺人所以才忍耐的 只是换位子真的是很安静的处理了 换座我也会觉得 这疯子是在干嘛后避开她的 一开始没看出来 是观众们告诉她了的话 就表示直播的时候直接都拍到了其他人 这样可以吗 在飞机上又不是拍YouTube影片而是直播 真的是给大家逗成困扰了 如果换了性别 人气爱斗搭了飞机 一位女YouTuber做了同样的行动的话 应该会被骂死吧 我想象了一下 如果今天我是前凌的话 真的会 不管怎么样 希望一集这两天在日本的演唱会 都能顺利大发的结束 一集加油 下个消息是 凭借想见你爆红的许光汉 最近前往米兰参加了时装周活动 而许光汉在活动上与孙慧桥的梦幻同框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许光汉 李自为 哇 竟然能看到许光汉与孙慧桥同框 没想到两个人很相配 吻动吻与李自为的相遇 颜值太相配了 可可可 希望许光汉的新电影 以及孙慧桥的TOKU LULI 2 都能大发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提到爱语的宜忠祥 宜忠祥最近在接受杂志采访的时候 被问到了对爱语的想法 宜忠祥大方地表示 因为我们是在20岁的时候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就觉得爱语是世界上最搞笑的人 而除了我以外 应该也有很多人从他的歌词中得到安慰 我也一样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也能得到这样的安慰 在我踏入30岁阶段哭闹的时候 真的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安慰 而女朋友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快乐 每次听到他称赞我 你变得更成熟了 我的心里就会有想要变得更成熟的想法 也因为爱语 我想成为比现在更好的人 能感觉到是真的很喜欢 看本命跟本命交往的我 真的很幸福很满意 我就是以中所说的那个 因为爱语的歌曲受到安慰的人 希望两个人能继续彼此依靠彼此相爱 这么看我也是那样 每次听到殷山跟我说歌曲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会有 想要变得更能让他说歌曲的人 igue齐音乐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